呼吸就是靠这个机管来呼吸的 赶紧到他跟阿姨玩 小卢的儿子很调皮也很可爱 而陷入他颈部的金属管 却令人感觉冰冷刺眼 看到他这样的状况 我们不难想象 当时他在上海被抢救的时候 情况有多么危急 那么爱孙如命的余女士 究竟有没有因为性迷信 而一再阻碍孙子的治疗呢 回到场上之后的小卢给了我们答案 当时到上海的儿科医院的时候是讲究 医生说的病情很严重 主治医生找我夫妻聊谈话的时候 就跟我说 他说你要做这个气管离开手术 你这儿是一辈子都不要出这个中的健库室 搞不好命都要丢在那里 医生说我们尽快越早做越好 当时我妈呢就不允许 他说做了手术吗 因为做气管这个手术 说真话 他是不好的 那知不知道医生说过了这一番话 我跟我妈说了 但是我妈就不肯 当时我妈都怎么说 你要去做 那我就不管你们 闹得很僵的那种 是吗 已经闹得很僵 像你妻子所说的 说他是因为相信迷信 跟我妻子说的一样 你看得吧 我都没说一说一句话 那你怎么办 我没办法 我只能在中间做夹心病吧 你不相信这个手术吗 我相信了 我说叫他晚一点 因为爸爸当时在里面是 说的不好听的话 就是跟一个 如果 如果 主治医生已经把话说得这么严重 我知道 我知道这些道理 我说叫他等一个星期 结果等一个星期 我不是浪大千的是吗 爸爸不是做了手术吗 几个星期吗 拖了一个月才做这个手术 儿子儿媳对当时状态的描述 让人听了实在是不可思议 孩子病情危急 作为奶奶的余女士 却因为相信迷信 一再阻拦医生给孩子治疗 难怪儿子儿媳会难以忍受 可是谭吉婆婆所做的另一件事 而且小刘感觉更可气 在上海的时候 不让我去看 他在那时候不让我去看 是不是 你问老公 从我们两个人看了嘛 我儿子就会怎么怎么样 这帮小刘 对 反正我是 自从亲爱谁又洗 我是一眼都没看 就是他信这个打电话什么 他这个干爹什么 因为信迷信的东西 我宝宝进去 我全部跟宝宝洗呀 等于我是老 不要说洗洗洗 到那里 这个不大掉 屁股都烂了 不要吵这个屁股烂了 就是我每天我进去跟他洗呀 我没有人说你没在照顾宝宝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为什么不让他爸爸妈妈去看他 叫了我媳妇不要去 我说我天天去 我可以把宝宝敷饭醒 知道吧 我一去宝宝 妈妈不能去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他敷饭不醒宝宝 宝宝不听 不开眼睛 那爸爸不能去的原因是什么 他不是 我就是自己说 让我两个人去看 他不看 来来来来 你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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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到天三导室 你自己来讲 让他儿子讲 讲这个废话 在这里 不让我进去看 他就是说 他进去看 爸爸好得快一点 那我们进去看 没用 那你们可以说 那没用 我们可以看看孩子 不让嘛 就是不让我们看嘛 我不让 我无所谓 不让他儿子 不让他儿子